可口可乐将会以台币1556亿元的一个代价 收购由已故篮球明星Kobe Bryant 投资的运动饮料品牌所有的股份 并且在北美洲继续以独立事业的方式来继续经营 另外我们带您看到自从脸书 在上个星期正式改名为Meta之后 将营运重心放在元宇宙上 而元宇宙的先驱加密货币 上个星期也跟着暴涨了百分之四百 这也意味着币圈的投资人 其实对于元宇宙的概念再次投下了信任票 另外我们带您看到是全世界每一年 大约生产700万克拉的珠宝级合成钻石 而您知道麻其中快要一半是来自中国大陆 但是中国最近碰上了能源危机 竟然也影响到了实验室培育钻石的产业 过去一个月左右 珠宝级的宝石产量已经下降了大约10到15%了